脫掉车后面拉着一辆白色轿车 车头明显摇晃 没想到车子歪了一边 最后更直接滑落地面 下一秒就发生意外 实际回到事故现场 可以看到草皮上疑似 还留有车轮压过的痕迹 事发在5号中午11点半 台北市北投陈德路上 当时被后方车辆募集 一辆白色无人车突然冲出来 还直接开上人行道保险感 当场撞伤 脫掉车驾驶 忙着在后面追车 结果手刹车似乎忘了拉 脱掉车在马路上滑行 两车无人驾驶横冲直撞 而警方初步调查 当时是从中山脱掉一辆 注销牌照的车辆 可能是路面颠簸 加上驾驶又是新手 才会脱钩发生意外 实际来到其他脱掉厂 业者亲自示范SOP 首先要架起辅助轮 再用螃蟹夹将车子抬起 最重要的是扣上安全扣 而这次会出意外 原因可能就是这个 路面跟桥面有接缝处 如果抖动就会造成一个轮子 安全扣打开 可能就会 车子就会掉下 他经验比较不足 他碰到这种跳动路面的话 就减速就可以过去 虽然脱掉车驾驶反应快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无人车当街滑行 还是让目击民众惊呼连连 吓出一身冷汗 华氏新闻黄讯良宏志台北报道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也不要忘记收看华氏新闻杂志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